大家好,我是阿B 經過三年之後,我和太太終於決定再次拿起手提行李行 今次我們會游一個短短的五日四夜船河 就是乘搭Royal Carribean 的Navigator of the Sea 走過一天就是一個星期日的早上 我們乘搭十點鐘的航班 我們早三個鐘頭七點鐘就已經去到 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的一號夏雲大樓 其實大家見到都不算是很多人 這裡就是排安檢的 如果平時多人的話 連現在這些空位都會排滿人力 其實當天早上我們安檢排了大概半個小時就過了 但其實最久就是排美國的海關 差不多排了一個小時 還有Team Horton 也排了我們25分鐘 始終是由船海的關係 我們當然是想保險一點 所以決定早一晚就去到洛杉基那裡過夜 第二天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去碼頭也不遲了 我們就好幸運 去同回來那艘飛機都upgrade到上商務艙 這樣就有一餐免費的餐吃 如果不是坐後面經濟艙 就要自己去河巴買東西吃 如果大家不熟悉北美的航空公司 其實我們北美的航空公司 如果是飛回北美洲 或者去加拿美那些航班 全部都要買東西吃的 是沒有免費的餐供應的 就不同香港 你就算飛去台灣 一個來也有三人自己來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呢 我們因為只是留一晚的關係 所以我就選擇了一間機場附近的酒店 看他有機場免費的免費 可以坐到去酒店 我們也沒有租車 所以想到時的出出入入都是坐Uber 如果大家有搭過飛機去洛杉基的話 你都會知道那個機場 應該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以塞車的機場 另外就是他的機場 分了很多個小小的客運大 總共有九個 八個是domestic 一個就是international 因為我們加拿大到美國 首先要在加拿大清了海關 所以我們飛到美國 其實都是當是domestic的學班 因為我坐加學的關係 就會在洛杉基的六號客運大樓那裡下機 講一下講一下 其實都差不多降落了 一陣下機之後 還要去找地方去坐那個酒店的shuttle 因為就算上班 其實我都很少飛洛杉基 大家都沒有見過我出洛杉基的片 你就知道我也沒有什麼來 好了我收拾了些東西 先準備要下機 大家記住下機之前 記住看一看你前面的sip pocket 很多人留下手機和passport在裡面 我們終於找到了 原來要上去二樓那裡 這裡你看到有個紅牌 這裡是Hotel Shurko的巴士集 不過現在還沒有車 我想15分鐘一般 不知道呢 我們家行就是 Arrival就是Terminal 6 然後你要下去下面 Basin那裡有一條秘密通道 就是要走走走走走 差不多到Terminal 5這邊 再上一層樓 然後就有這個shuttle的併合站 好了我們現在等車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們剛才出去了附近 買了些subway的食物 然後回來就眠了一眠 今早就好起床 今早我和我太太兩個 五點多鐘便便起床 然後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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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看到前面那堆人嗎 這堆人 但我剛才看Google Mac的時候 已經說是比平時沒有那麼多人 這麼多人興建的時候 豈不是很恐怖 很久沒試過逼這麼多人的地方 簡直好像連銷放煙花一樣 一會兒有機會可以看日落 因為這邊是向西 這裡是太平洋 所以可以看日落 很棒 這個就是Santa Monica Beach 一直掃過去連著很多 Fanness Beach Mann Hatton Beach 一直掃下去 是非常非常長的 沙灘 看看這堆車恐怖 其實我另一個想來這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帶了 Granford Photo Granford Photo第五輯 是不是用Los Angeles的藍圖 來做一個模擬城市 我經常拿著機關槍來這裡 搞事或者搶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同一件事 所以特地想過來看看 親身看看 這些很爽 令我想起那時候 是不是康泰旅行的廣告 應該是去星馬泰巴亭 那些 你不喜歡玩這些 找一個快艇拖著的 叫做Paraselling 大家有沒有玩過 我自己有沒有玩過 我太太好像玩過 你有沒有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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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有玩過 我沒有玩過 說回來 海邊當然有海鮮餐廳 海鮮餐廳 喝啤酒 這些基本上都不少 都有一些遊客區的設備 然後前列再走下去 就是那個遊樂場 這個遊樂場 不是搬來搬去的 是固定的 所以都蠻Iconic 一會兒夜些 希望一會兒太陽快些下山 可以在它亮燈的時候 再拍一下它 我們剛才已經吃了東西 才來的 所以一會兒就不用在這兒 逼吃東西 不過如果大家來的話 走到這兒的路線 小心點 因為有很多凹凸的位置 這樣就不要嚇壞了 這些沙沙其實都真的蠻正的 你看 水清沙 又長 又可以滑浪 走下去 近一點 感受一下 不要緊要 小小力走 哈哈 小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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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實沒有穿拖鞋 所以 只可以小小力走 要不然 就有段時間 倒了 坐在這兒 坐在這兒 一天都慘 只是帶一張植 帶一點點食物 帶一瓶酒 美國好像不可以走 加拿大也不行 大家記住 真的很聰明 一望無際的沙灘 今天天氣是不錯的 二十多度 剛才下午最悅都是三十度 少少暈 雖然不是最清的天 不過就不黏 非常乾爽 非常正 少少微風 現在太陽開始下 其實還有點涼 所以也帶了一件小褲子出來 我看到這輛過山車 就想起Mr.Bean那集 自己一個人去遊樂場坐過山車 還有另外一個 有一個Fan theory 原來Mr.Bean 他們說是一個外星人 所以為什麼他的社交能力這麼低 而且對所有東西好像 這麼無認知 就是這樣 其實再看多幾層Mr.Bean那些雜數 發覺又對 其實他又好像真的是外星人 尤其是他一開始 他無端端好像Terminator 在天下跌下來 有個光圈跌下來 其實這個外星人的Fan theory 都未必是完全假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沙灘有很多垃圾桶 所以也不算髒 就算你赤腳走 都應該不會很容易 硬到腳底 就算不算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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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